學生就可以知道未來如果要面對不同行業的類別的話 他可能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又有不同的前輩可以來做指導 另外在國中的部分 我們有安排機器人的課程或者是說APP創意設計的部分 其實這個都有參訪或合作的空間 譬如說以機器人來講 我們知道在南部中山大學或成功大學 應該有一些機器人實驗室可以有合作空間 或者是說南部有類似機器人工業自動化的公司 相對應的來做參訪也是一種模式 或者是說以APP創意設計來講 我知道南部有一些APP創意設計的研發團隊 也可以去他們的地方做參訪 或者邀請他們到課程裡面 讓學生知道不同的前人已經做了哪些事情 有哪些創意設計的規劃的做法 另外在國小裡面還有一個部分 是做自然生態或是科技閱讀的部分 其實那是要結合當地的環境特色 比如說你剛剛講的 如果愛河、河濱、國小 或是整個愛河有一些特殊的自然生態的環境 那就是結合進去做行動學習的部分 或者是我們像剛剛講的 我們科技閱讀裡面有尊對台北這邊來講 我們去描畫 比如說大稻辰 或者是董哥皮療 這樣的一個過去具有歷史、人文、特色的一些故事 在這裡面的部分 來進行 就是說你在學習閱讀的時候 不是只有純粹在書本上 而是真正進入到你的生活裡面 進入到現實、目前實際有的這個環境裡面 去看到裡面其實就是有很多個故事 很多的值得你閱讀去了解的部分 用這個來激發什麼 激發學生的一個學習、閱讀的一個興趣 而不是每次就是只是拿著書本 每次看到書本就想睡覺 而是真正它其實裡面有很多故事 可以引發學生的一些學習興趣 所以這些都是必須跟當地做一些結合來開的課程 而不是說就直接我們台北人直接複製過去 那當然有一些失資我們可以先這邊做一些出席的規劃 但是還是能夠跟當地做一些結合 那個效益其實才會是更大的 這個就可能麻煩你 就針對上面這幾個 我們挑幾個 然後把實際的合作的方式 就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目前我們這樣做的 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足球王經紀人的那個實作體驗班 他在第一天上課的時候 就是帶著學生到學校 我們請那個 那個 那個 不是 我們到士大部中去上那個足球的體驗課程 但是其實那個教練呢 我們那是 那個國家代表隊的教練 他退休下來的球員 然後變成教練 然後我們請他來教這些學生 真正足球裡面該有的一些規則 然後一些技巧 那也就是說學生體驗完這個以後 他去做足球機器人的時候 他就知道 哦 這些機器人該注意的 該 重點在什麼地方 規則是什麼 那他的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那另外 這個課程到最後 我們還帶著學生到 台灣科技大學的 足球機器人的實驗室裡面去參訪 看這個 國際級的這種 大型的足球機器人 他們是怎麼做的 怎麼玩的 怎麼去參加國際比賽的 然後也讓他們去實際的體驗一下 比較小規模的體驗一下 這個機器人他們怎麼做的部分 讓他可以實際也去操作來實做一下 所以對學生而言 就是知道說 他了解足球這項運動 又有運動到 然後又有去做到機器人 然後又對於未來的發展 就是已經到了研究所等級的這種 機器人會是做到什麼樣的內容 能夠做到什麼樣的功能 技術 需要學到哪些技術 那個素養能力之類的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不同角度 面向讓學生有體驗的 這樣的一個課程 這個剛剛是執行面的 然後我們再跟創意羅伯 他們合作的那個模式 可以跟大家做 這個課程其實 其實以那家公司來講 他主要的大概就是中間的這一段 就是足球機器人的一個石桌的部分 但是因為我們 有了這樣的一個 知道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機器人的內容的時候 我們開始做課程規劃裡面 就把前面後面的把它串起來 讓學生學到的東西 不是只有單獨的這麼一項 而是可以是多面向的 而且是可以到戶外去 不同的角度去做體驗 我們目前的課程規劃的角度都是這樣 不會是單純只在教室裡面 那拆帳的部分 主要就是 那個以足球機器人的話來講 他就是中間的那個課程 是屬於他們的部分 那他會提供我們教材 然後師資、助教這些 那這些費用需要給他們 那另外有部分的行銷的部分 就是跟他們有一些合作 他們也有部分的行銷 所以有一部分的行銷費用 也會跟他們來對分 我們跟其他行銷單位的合作 大家是怎樣 另外我們還有這種 所謂的變化行銷的合作團隊 那他們是針對他們的 就是他的客戶對象 是跟我們目前所需要的對象 是類似的情況下 他還可以幫我們做課程的介紹 然後變化的去跟家長說明 這些課程的內容 那目前我們大概跟他們的猜賬 就是說他們 推廣賣出去的課程的20% 是由他們這邊可以拿到的 大概初步先這樣說明 好 好 那個 剛剛他有高中子 這個機器人也是中小學 都有嘛 3到7年級 他這幾個種 對 這裡看大家有什麼課範 有什麼意見嗎 來 你剛剛的說明 比如說這個野良的教材是創綠蘿蔔 創綠蘿蔔他們提供的教材 那他們的講師 就是如果照上一次的demo來講 是不是你把他們的教材 上傳到你們的那個 這次會的平台上面 對 這樣子而已嗎 那他的在做轉換教材中 他有做比較特殊的應用模 就是轉換 我的意思是說 他用那個線上跟他用紙本 直接搞 我剛剛就被吵 第二個面相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基本上我從你們的角度看來 就是說從那個 才藝般的角度來講 他其實也會辦很多 類似這樣的活動 當然你的卡斯比較高 這個應該會自然有他的東西 可是 我的問題就是說 那譬如說 你怎麼去評量 就照你們這樣的 行動學習的這個營隊來講 那學生跟導師 比如說學生的學習效果 你們是怎麼評量 你們的 是看什麼指標 就是說他這樣的方式是 是好的 或者是怎麼樣 還是就是純對上銀隊 因為我看很多上銀隊 告訴大家 有的家長是這樣 就是說他輸到去算算這樣就好了 他就知道什麼 但是我覺得我們 似乎希望能夠做的就是 我們的目標 並不只是 如果我們後面真的要去介入這個 十二年國家 或者說創出新的行動學習模式 似乎不應該只是這樣子 就是開班這個問題 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們這邊的紀念 跟觀察點 一個是老師怎麼轉換他既有的課程 第二個是說 從學習效果跟老師 接著反應的評論 他這樣的方式跟他原來 原來上裁判的方式有什麼不一樣 OK 老師很厲害 我問到關鍵 這兩個都是關鍵動 其實目前 其實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 老師的總換教材這件事 對他來講很痛苦 所以目前看起來 暫時沒有能夠像我們這麼理想 想到說 他這也是任務導向的 所以他現在 像機器人的版 他基本上跟傳統的交法 其實說實在沒什麼太大差別 他只是有用到電子白板 然後只是把東西投出來 然後平板電腦簡單用一下而已 他不會有我們剛剛講的 這麼理想化的差別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現在比較苦惱的 就是說 我們希望他這樣子 可是他還是習慣原本的一種模式 那怎麼在這個中間轉換的時候 除了只成本的投入 還有剛剛講的一些優勢 能夠告訴他 這個我們正在嘗試中 在課外這一段 那您提到第二個問題 也很關鍵沒錯 可是現在我們的確發現 重點就像你剛剛老子講的 大部分家長其實問的 還是學生到底我來這邊玩 開不開心 然後那些學習成效面的東西 說實在的 沒有明瞭 那我們今年其實跟intel 就是國外那一家做chip的那一家廠商 intel我們上禮拜才談過 我們就預計在一些合作上 會導入他那個成交分析跟評估的部分 就是這塊畢竟是比較技術導向的 我們比較弱 所以我們現在是跟intel 他跟斯達一個理工模教授 有一些合作 他就是在做那個teacher 這個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相關的一些發展 所以他就 老師的學習的教學成效 還有學生的學習成效 大概有一些面向的研究 我們的確有思考 希望能夠導入 不過目前我們跟幾個開課單位 就是以前在開這種課程單位聊過 大部分像那個聯合報系的這個 他們的教育示威群的董事長 他就提到說他們以前開課 將... 那我最後還是... 還是... 是...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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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田 消失十秒鐘啊 你中講回來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那咧 聯合報系啊 聯合報系 反而是其次 所以我們現在先顧好 學生好玩為主 然後我們的教學法 我們現在想一想像的那種 探索式的教學法 其實也是學生好玩的 蠻重要一點點 所以我們才想先抓這個點 那之後... 至於之後的什麼... 學習... 很小的評量啊 這些東西 可能要慢慢的 我們再累積這些都好 把它借起來 對 那個... 我剛聽到這邊齁 我覺得現在我比較明確 就是... 除了學生好玩齁 在... 他未來 以前叫升學掛鉤要成績嘛 現在提出就是呼應 呂理事長 呂老師在提的 跟生涯輔導掛鉤齁 生涯輔導裡面就是 我們在... 目前高中指... 就是... 像現在高中就是學測考完 學測之後 他要去做他的這個... 面試備審資料嘛 齁 高中學測之後 第二階段備審資料 齁 這是在高中階段 十幾年來 我們都在... 做這樣子的輔導齁齁 叫多元入學方面輔導 我們要去談這個細節 那... 這件事情跟十二年國教是有關係的 十二年國教裡面生涯規劃 現在已經生涯輔導 會有一個手冊要填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這個... 民隊參與之後我會給你... 會給你... 會給你加工就可以了齁 除了好算以外 跟生學掛鉤 但是我們層次提升到生涯 的概念 那生涯概念我現在電腦上 高雄的朋友可以看到嘛 台北這個資料我上次有給冠評齁齁 對... 他的叫做十八學群對照法 這個貴賴是我貴賴帶的齁 齁 齁... 我現在提的這個就是資訊學群 資訊學群裡面包括學類 大學一千多個細分成十八群 十八學群 今天在座各位都有關聯性齁齁 你比如說英語就有英語方面 好像是語文學群 你的寵物齁齁 你的農業方面齁 但是你結合生命教育跟那個愛心齁 就會跟教育有關係 那你這個現場遊戲也可能是在資訊齁 那藝術歐圖的藝術學群 那我們的鳳山清整的文史哲學群 這是有課領域的 我簡單這樣先提一下 那這個對照表我全部都分類好了 阿美甲先跟你們講齁 美甲在這個 就是AVCDE A就是學類 B就是學習內容 AVCDEF F就是生涯發展的可能 這...來生這到底未來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國三齁齁 所謂的樂學計畫 他到底要打三 齁... 我把他引導 最好說打三都沒關係 找到那些家我實在啦 他會盡手看到的工作 百分之六十未來就沒有 像我們二的百分之六十未來 找不到啦 都生的 但是你的樂情 都延續下來 但是最重要就是這G 我這邊有AVCDEF 高中日常生活中可能做的事情 今天學生來參加我們的營隊 參加機器人營隊高中生 他的備審資料 他的相片紀錄檔 因為現在這個檔案評量 他要怎麼樣紀錄他的內容 他有參加營隊有一個證書 要教他要準備那個備審資料 然後口面是應該怎麼表達 怎麼行銷自己 這有一個系統 我就是專門在訓練學生的 我們有一套系統在做這個 這個在高中生怎麼做 在國中生怎麼做 就可以把它延續下來 這也提出來 那...到這邊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阿不然再來齁 台北這邊齁 冠仁 這個營隊剛才你們這樣說齁 這是那個... 其中這兩個營隊齁 你剛才有機器人嘛齁 你剛才可以分享一個就是那個... 企業主任 剛才你還有三中班齁 企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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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在上面的齁 是我們最近在平日班打算要開的啦 那... 目前以生態這個齁 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跟生態這個的合作 我們是跟原生植物協會 跟自然... 自然生化協會的理事長談過 那他們那邊本來就有一大堆 就是在做生態導覽的專家 就是... 他們手邊 就像剛剛那個專家一樣 他手邊也有很多什麼... 像是他講說 有一個叫嘎嘎的齁 就是手邊有很多 MP3的聲音檔 就是各種不同的蟲的叫聲 然後有一大堆這種蟲的照片 那我現在就是在跟這些講師談說 他們把這些東西上傳到我們的平台上 變成叫案 那現在只是把他們的教學模式做轉換 就是希望能夠變成探索式的這種教學模式 那合作方法就跟剛剛那個創意羅播的影像 就是說 他們出講師 出這些教材 我們就附他講師的終點 對 然後假設... 我們... 我們...